两岸关系紧要下大陆不只是进行军演 iPhone的制造商苹果已经要求各供应商要严格执行大陆的标示规定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苹果已转告供应商在台湾制造的零件一律标示为中国台湾或中华台北 才能符合大陆海关需求 就连韩美亚洲经济也示警 在大陆设厂的韩国企业都收到通知 如果进口货品标示为台湾就会被海关扣押 牵连层面广像是电子电池零件等担忧成本因而增加 甚至延后交货时间 其实早在2015年大陆就有这项规定 只是以往都很宽松 遮盖或贴上标签就能顺利通关也行之多年 不过就在佩洛西访台之后 大陆重启严格规定 不是只有对一些韩国厂 对大概整个以赖这个东亚供应链 以赖台湾电子民主建的这些厂 它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厂 其实都会做到很大预期 台湾晶圆代工市占率在全球过半 世界多国在大陆设置的组装工厂都仰赖台湾零件 一旦因为标示不符被卡关生产时程全被研制 专家更分析大陆如果加大电子零件禁令 会成为伤敌七分自损三分 经济不回应 近期确实有许多台商反应 被进口商货货运代理通知要标示明确 不过还没有货物被扣押的消息 大陆不断出招反制脑筋动到货物标签 不止台湾牵动的恐怕还有全球零件供应问题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